今天的主题是 什么是活在当下 可以在禅修之前 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 或者是做几次深呼吸 实际上你要能够在当前 瞬间的安静下来 瞬间的缓冲 你掌握了诀窍的话 是一点都不难的 在古老的佛经里面 他提到 要调整你的心境 使得他能够省力清醒 安顿下来 这个通常是属于 所谓的心念柱的范围里面的 如果要用一个很直白的表达的方法来讲解 心念柱要怎么样气入 我们可以讲说 你要练习 不要费心耗神 你光是能够把这样一个简单的口诀 细腻的体会 你就能够很轻松的很快速的安顿下来 你要能够体会这样的口诀 那意思并不是把这样的口诀当成 咒语一样机械化的 不断的念诵而已 你光是念诵 不只在心里面记忆着 不要费心耗神 这个只是属于寻 寻四的寻 还有一个四的这个活动 这个四 它在揣摩着 什么叫 不要费心耗神 你要怎么揣摩呢 一种做法就是 你以触感这个角度 去揣摩什么叫做费心 什么叫耗神 那触感的意思 就是你在具体的经验当中去感觉 那个费心耗神 它纠结起来的 那个具体的感觉 那个心里面它不舒坦 它有皱纹 它在用力 它在用力的 那个具体的感觉 你对那个感觉 敏感觉察着 我们过去经常提到 在修学禅修 修学念著 它大概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知道你眼前的活动 所以像当你在说话的时候 如果你有具备着政治正念 那么你是一边在说话 你一边在检验着 在觉察着这个活动的状态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会获得即刻的回馈 也就是说 你会知道当前的这个动作 你这一种讲话的方式 它现成正在制造中的效果 某一种讲话的方式 它现成的效果 就是让你更加的安详 更加的笃定 更加的勇敢 有某一种说话的方式 是会让你更加的混乱 更加的困惑 更加的心虚 然后当你获得了这种 当前效果的讯息 那个即刻的回馈 你可以马上就为一条 就做细致的调整 同样的 你把这样的基础 用在所有的念著的方法上面 你一边在觉察你的活动 然后当前我们在练习的 这种活动叫做 不要费心耗神 你有可能你当下 是在进行着某一种活动的 像是在听着佛法 像是在散步中 像是在做家事中 但是这些活动的进行的同时 你是可以训练着 不要费心耗神 费心耗神 的意思 就是你不按于本位 所以你会用力的往过去跑 往未来跑 过去和未来 它是造作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花力气 你才能够迁移到那样的景象当中 你必须要透过用力 你才能够呼唤起 想象中的一个情景 那个情景可能有熟悉的感觉 那个熟悉的感觉 你把它叫做过去已经发生的 那是我的过去 对于那个有不确定感的 有向往的感觉的 有恐惧的感觉的 那个叫做未来的场景 你不管是要钻进过去 或者是钻进未来 你都要用力 而且你不只钻进去 要用力 你之所以要不断地迁往 过去和未来的原因 是因为你不安于当下 你在排斥的当下 你在否定 你在躲避 这种当下的扭曲 这种当下的排斥 这种不安于本位 它就是在让你费心好神 它在让你计划盘算 然后当你发现到 你的计划跟盘算 它实际上 它不是智慧的 在计划 你的计划盘算是 包含着得失心 你隐隐约害怕 你计划要是 不能成功 不能得逞 你隐隐约约地在 在乎着 那事情的推演 会不会按照你的意愿 它会不会符合 你的心愿 那种得失 它都是在 费心好神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你要活在当下 那个意思 不是要你呆呆的 活在当下 是为了要能够帮助你 更清楚知道你当下的活动 你能够更清楚当下的活动 你就更有能力 能够转化 能够消弭 能够超越当下的动作 我在 小的时候 第一次听到 活在当下 这样的一个禅修的技巧 当时的宗教的团体 它的解释的方法是 你要清净全宇宙之力 贯注于当下 当然 有可能我那个时候 我误会了 他们的这种解说法 但总而言之 当我按照着这个字面 去进行这个禅修 清净全宇宙之力 去活在当下 我感觉到的是造作 清净全宇宙之力 好辛苦 后来我才明白 活在当下 不是透过清净你的权力 而达成的 活在当下是 你甘愿休息 你信得过 你放怀 然后你安顿下来 它是从释放 它是从放下 它是从自足 而体验的 它跟那个用力的状态 是相反 为什么 在佛法里面 我们经常强调 知足的重要性 感恩的重要性 因为像是 知足感恩 的心境 它都能够帮助你 去体会 怎么样更省力的 活在当下 对当下 对当下是 归顺的 真正的快乐 如果你要体会到 深刻的快乐 你只能够在当下 平常 可是我们一般的人 它是跨足于过去 跨足于未来的 所以你不断地 把你当下的有无 你拥有什么 你没有什么 在跟过去比较 在跟过去的记忆连接 在愁怅 在怀念 在恐惧 然后你也不断地 在对未来 向往着 在乎着 不安着 你光是能够细腻地 拒绝着 知足的意思 拒绝着 不要费心好神 你就会知道 深刻的快乐 它不是 强大的刺激 它不是那个 满空烟火的 那样子的快乐 深刻的快乐 是让你饱足 保足到让你都不需要有动作 保足到你 乐意 把所有的经营 把所有的辛苦 都放下来 佛法的那么深度的快乐 它跟平安 几乎是同一次 跟内在的安静 几乎是同一次 然后如果你 连知足 都觉得不容易体会 你可以引介入 其他种的心境 像是感恩 感恩它往往能够帮助我们 知足 知足 它又往往能够帮助我们 乐于活在当下 如果一个技巧行不同 那就退 退到也比较粗的 整体而言 活在当下 那个在当下修习 那个不用费心好胜 这是非常细腻的 这已经是 近乎无为的修行方法 但是如果你 没有办法 契入这种 近乎无为的修行方法 那你就提醒自己 怎么样练习知足 知足它又 多了一些想象 多了一些动作 多了一点点的造作 如果知足 你还是不够理解 那就再退出来 像是感恩的心情 相对于知足 感恩有 更多的动作 更多的造作 更多的想象 更多的用力 但是 这种想象 这种造作 这种用力 它有提升的作用 它有能够帮助你 能够引导你 去契入 更加无为的状态 我们过去不断地在讲 禅修是要趋入无为 这就是一个例子 能够从 经常感恩的心情 然后到后来 你会觉得 感恩这种心情 都很多余的 起码在某一些时刻 你会觉得 感恩的这个感觉 都多余的 都是用力的 所以你能够 安住于知足的感觉 有的时候 连知足的感觉 你都可以不用依赖了 能够安住于 不要费心好胜 感觉似乎 你的心是不起任何的波澜 那个波澜的意思 并不是现象 不是说你一经验到现象 就起波澜 不是这样的意思 波澜的意思 是指你有没有在用力 你有没有在揪心 你有没有在扛重量 你有没有在认同 你有没有在攀缘 所有正在发生的一切 一被认知的一瞬间 你充分地允许它穿透 你瞬间已经把它放下 你不断地在检查 你在那个触碰境界的瞬间 你有没有在收集 你有没有在抓 你有没有在粘 你有没有在捡了什么 还是你允许它彻底的消灭 允许它彻底的过去 不留痕迹的 当你这样的检查 你就是在观察 行 观察行的意思 你就在观察 你跟静姐的关系 你有没有跟它黏上关系 你有没有进入到的某种关系 还是你不断地在练习舍 不断地在放下 这个是见以见为量 闻以闻为量的意思 这个是活在当下的意思 活在当下不是让你呆呆的 活在当下 是在帮助你 有更加干净利用的 放下的能力 所以你的活在当下 它的结果是 彻底的脱离开执着 你看一看 你能够感觉到 它的心境 它的质地 它还没有再升起 体过来 还是你能够安住 在休息当中 不费心 不耗力 没有计划 没有愿望 没有盘算 没有得失 当下发生的一切 知道的 但是在这个知道当中 你小心的 确保 没有关联 在发生 你小心的 留意你的心 有没有 掉到以前的惯性 那个惯性就是 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在那个地方 拉拉扯扯的 不断的在收集 不断的要排斥 不断的要欢迎 不断的要逃避 让这些动作都平息 不要费心 好生 假如有帮助的的话 你可以采取 一个简单的作意 采取一个简单的取教 好比说 把你自己想象 是一面镜子 境界 如实地呈现 有事物的产生 就如实地呈现 事物的产生 有事物的离去 就是如实地呈现 事物的离去 这个里面 没有拉扯 没有纠缠 它是干净离落 那个镜子 它只是 在做它之内 它完全不需要 有额外的活动 去跟境界发生关系 镜子的标程 是从来没有皱纹 没有波动 如果有帮助的话 你甚至可以用 一种善寻 我是明镜 我是干净的镜子 我是镜子 类似这样的寻的方法 我是明镜 它体会什么叫 不要费心 耗神 或者是 佛经里面 常用的另外的 一个取角 一个比喻 叫鱼王 捕鱼的鱼王 那个鱼王 它曝晒在风中 那个风 穿透过鱼王 完全不会被捕捉 你可以在心里面 用以下的这种善寻 来提醒自己 没有捕捉 什么都捕捉不到 你一边觉知着 发生的经验 一边提醒着自己 没有捕捉 什么都抓不到 允许风 全然的穿透 我经里面 另外一个常用的比喻 常用的取角 叫空 这个空是指 空间的空 阿卡扫 我是空间 你可以用这样的善寻 来提醒自己 一切正在发生的境界 它触碰不到空 它没有办法带给这个空间 任何的重量 它没有办法让这个空间 变得干净 变得肮脏 变得神圣 变得污秽 你一边 可以在心里面默念着 我是空间 然后一边检查着 你是不是干净利落地活在当下 没有废心耗审 没有跟正在发生的 产生关系 没有去跟它拉出 没有要收集什么 没有要去盘踞在什么地方 去滞留在什么地方 没有要去拒绝 排斥什么地方 你就像是镜子一样 只是在做自己 镜子在做自己 它只是如实地呈现 万事万物 余网 它只是在做自己 那就是它 它完全不会捕捉 得了风 空间 它在做自己 它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动作的发生 它虽然能够允可 包容 动作的发生 但是它自己是全然不被动作 所动摇的 我经里面经常讲 你要能够 不放异住 不要放异 最好不要把不放异 理解为 是一种很辛苦的 很奋斗的模式 虽然那种模式 那种辛苦奋斗的模式 某些场合 少数的场合 初学的状况 可能会有用 但是它 主要讲的 不放异 也是一种能够 趋向无为 也是一种处在高度休息状态 不放异住 各种不同的英文的翻译 不放异住 我最喜欢的大概是 Heatfulness 这里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疏忽 不要疏忽什么呢 你不要疏忽了 你眼前的心 跟境界是什么关系 如果你能够 如果你能够对于你的心 它和当下的境界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联 有什么活动状态 保持着兴趣 却知 这个跟你的安乐 跟你的痛苦 有直接的关联 这个叫做 不放异住 你就不会 因为不在乎 因为轻忽 所以任由惯性 在无知的状况当中 不断地滚动着 不断地重复着 你会愿意从这一刻起 醒过来 我要知道 直接就从触感 直接在经验上 你知道 什么叫做 不费心 不耗胜 什么叫做 活在当下 你能够这样子的练习 你就能够明白 什么叫贪 贪就是那个 心 它对境界 额外 做出来的那个动作 那个叫做贪 心 它跟境界挂钩 它的那个挂钩 一定要用力 那个叫费心 那个叫好神 你不断地活在当下 你就能够 不断地享受着 当下的平安 跟快乐 这种平安 跟快乐 会姑且形容为 这种缠纳的状态 这个缠纳的状态 会使得你 越来越被说服 原来费心 费心好神 是枉然的 费心好神 他的愚蠢 他的重复心 他的无聊 他的无意义 他给自己 增添了重量 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你会越来越乐意 融化 融化了的意思 它是不在时间里面呈现的 它不在意过去 现在未来 来定义自己 这种融化 这种融化里面 无尽的 甜美 平安的滋味 然后呢 是 你的心 它本来的质地 就是如此 这个质地 是因为你 费心好神 而被掩盖起来 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 一起享受安静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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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